大家周五好 我刚刚结束在林芝的拍摄工作 这一段的Vlog 得要等节目播出以后 大家才能看到 这毕竟来都来了 LASA还是得要去朝圣一下的 在林芝站坐高铁 这个是今年刚刚开通的一条高铁线 不得不感慨一下 祖国好伟大 林芝站拜拜 紧急供养口 设置于车座正下方 如需使用请联系乘务员 现在的海拔有3250米 差不多还有一个多小时 就到拉萨了我们 本以为我们可以看一路的美景 结果它就是一个隧道接着一个隧道 还等不及逃出手机 它就又进了另外一个隧道 绿车前方停车站是拉萨车站 我们到拉萨了 好凉快 拉萨在下太阳雨 是的 旁边是我们来的现代版的绿皮高铁小火车 不得不说还是蛮有情怀的 拉萨站 我现在在海拔3640米的地方找吃的 快6点了 天光还这么足 用平时走路的速度 我已经开始喘气了 好 就是这一家 太原始了 这里面 你好 两位在哪拿杯子 哪边 红门 红门 这个里面吗 这真的是别有洞天 好热闹 那再找个位子坐 我现在有点语无伦次 就是这个茶馆 跟我想象中的有点太不一样了 它太楼口了一点 你好 这个是多少钱一杯 一杯一块 一杯一块是吗 哇 然后喝完也就叫你来续是吗 好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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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们这个茶馆 其实名气蛮大的 我本来是做好了 我就来打开一家网红店的准备 但是一进来是别有洞天 因为你们几乎全是当地人在讲藏语 没有服务员来为你服务 就是你看到他来给你倒奶茶 你就举手 你要准备好零钱 一块钱一杯 自己先进去准备好这个小杯子 哇好香 好奶 好茶 味道还挺甜的 一杯完了我要加奶茶了 他有没有跟我对慎言 你等他过来 他们也在寻找猎物 真的一块钱太便宜了 一块钱有什么摩托啊 我喝的我现在好热 很适合冬天来送你来 两杯都要 谢谢 谢谢大家来施葬吧 不一定是要在拉萨 有遇见茶馆 一定要去体验一下 因为这是当地最local的一个地方了 我已经在里面傻掉了 喝完这一杯我们可以撤了 好热啊 我头脑都有点发萌 两杯奶茶直接把我给干热了 这一家可以了啊 记住 这边还是蛮漂亮的 背后是雪山 前面是白色的民族的房子 上面有落日的阳光 我们从这边一路逛过来 在一个小角落里面发现了好多西藏旅拍的 我的个妈呀 这摄影是一个 两堆三堆四堆五堆 简直就是一个大型的摄影基地了 我如果把我的工作室搬到这儿来 应该可以转 天呐 跟我想象中有点不太一样 虽然说我有做好新闻准备的说 八国街会是一条很商业的街 但是我没有想过它会那么商业 就这种地方我会觉得 你不来呢你会后悔 你来了你会后悔一辈子 回酒店的路上 发现了一家非常隐蔽非常小的店 主要是各种小吃 上面写的全部都是藏文我也看不懂 扎西小吃要从这个楼梯上去 进来还有门头的感觉 给了我一种尼泊尔的错觉 你好两位 好谢谢 小小的没有多少位子 很像一个家庭式餐馆 要一个酸奶蛋糕 牦牛肉锅贴 这跟飞尔列区 他点了一个什么 米饭加酸奶加葡萄干 万一很好吃呢 反正这几个东西单吃都不难吃 酸奶蛋糕就冲了这个来的 一层像微话一样的 这一层是酸奶 上面是菠萝 砸了一点肉桂 就吃你的一口 上面那一层是有一点硬 中间酸奶是那种黏黏的 组合在一起还是不错的 一碗非常猎奇的饭 它们叫酸奶饭 你点的你吃完 这个酸奶饭上面的酸奶真的是酸奶 巨酸 然后一个层白糖 冰的酸奶加上热的饭 上面还有点葡萄干 大面 毛鸟肉的煎饺 个头也比较大 加上它的酱油醋辣椒面 这个毛鸟煎饺还不错 这个毛鸟煎饺还不错 你们全部都是毛鸟煎饺的 但是它的皮有点厚 拉萨皮脚还不错 他们家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 就是老板佛系开门跟关门 我们吃完的时候就已经关门了 我们要去步行看一下 晚上的布达拉宫 找了一个也算是很网红的一个打卡点 天桥上面 到了拉萨以后 酒店的走廊里面都摆着这样的抒养机 需要的自己扫码 镜头也是 那边好多 可怕